好,下面回到课文中,接着吗,我会看 他说,As a result, humans have learned to respect feline independence 他说,因此啊,人类已经学会了去尊重猫它的独立 就干脆呢,就不管它了,你爱干嘛干嘛,人类就不干预了 那么因此,咱们用As a result 这个因此,所以,这个表达特别丰富 咱们一篇文章可能得用两三个,甚至用十几个 咱们大概看有哪些替换 表示因此,所以,咱们通过这表格来看一看 都行,都行,咱们一个一个大声读一遍,记住就好了 慢慢来,As a result So, thus, hence, therefore, accordingly, for this reason Consequently, as a consequence 都可以,我们在写读中一般来说,没有意外的话,咱们可以替换 都是因此或所以,咱们再读一遍,这个速度稍微快点 As a result, so, thus, hence, therefore, accordingly, for this reason, consequently, as a consequence, in consequence 这听些比较复杂的,一般来说,比较 这个,这个,这个,庄严,郑重一些 咱们阅读中看到,也都认识了,就因此 好,本文中是因此呢 人们学会了尊重猫的独立性 注意这个have learned 不是人们已经学习了,而是人们 学会了,咱们讲过,learn 强到学会了,懂了,明白了 而这个study是去学习,去研究 study强到过程,learn强到结果嘛 人类已经学会了尊重猫的独立性 你们现在复习一下当年那个托福听力题 看看是不是learn是学会了,这个意思 明白了,懂了 就这一句话,咱们听过,对吧 咱们今天复习,再来一遍 他说,when will you ever learn ABCD哪一个意思跟他一样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应该选择 C选项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为什么你老是犯相同的错误呢 为什么选A 咱们看看原文,再体会一下这learn 怎么翻译 就一句话 When will you ever learn 这个ever咱们先讲了 在疑问句中加强语气发生了到底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 能不能翻译成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学习 不对 去学习,study learn是学会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会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 我怎么说了这么多遍,你还错呢 言下之意是 为什么你老犯相同的错误呢 到底多怎才能会呢 这位learn是学会了 而不是去学习 本文中也是 人们学会了怎么样 尊重猫的独立性 Feline Independence Independent表示独立 抽象词不可数 你看古希腊男子有当时 three virtues 三个美德之一 就是独立 哪三个美德呢 第一个首当其冲是独立 Independence 第二个是humor 是幽默 当然这幽默的英识评写 是our结尾的 一个男人要幽默 第三个呢 honesty 要诚实 不能说假话 独立 幽默 和诚实 第一个就是independence 但是这个 这三个词都可以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独立 我们还有几个词 容易跟它搞混 也是类似于独立 还有主权 还有自治权 我们先读一下 一个国家的主权 慢慢来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指国家 咱们可以叫主权 但是一个地区呢 咱们叫自治权 也是考试常见词 算了没 autonomy autonomy 这是自治权 你看咱们中国一个省 叫内蒙古自治区 内部的叫inner 蒙古叫mongolia 自治的叫autonomous 把那个y去掉 变成ous 地区就regio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内蒙古自治区 咱们把这生词读一读 先读一下蒙古 这个名词 mongolia mongolia 再读一下自治的 autonomous autonomous 好 刚老师把这个短语 一起来读一遍 one two 一起来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再来一遍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内蒙古自治区 这个自治主权 跟独立 咱们可以顺便 把它同时记住 好 后面进一步说 most cats remain suspicious of humans older lives 这是个简单句来 大多数的猫呢 终其一生 对人类都是有戒心的 充满了怀疑 不能充分信任 甚至是它的主人 这个 suspicious 我们加戒词of 表示对什么什么怀疑 对什么什么不相信 当然这个戒词灵活 有的时候也可以加戒词about be suspicious of 或be suspicious about 对什么什么怀疑 或者不相信 本文中正使用的 这个固定搭配 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得留神 为什么呢 suspicious这个词 是多意思 除了表示怀疑的 他也表示可疑的 看上去让别人怀疑他 不是他不相信别人 而他本身可疑 你看这句话呢 he appeared suspicious 这个人看上去很可疑 你看不是他不相信别人 而是别人可能会怀疑他 所以怀疑的 不相信的 可疑的 都可以用suspicious 这个形容词确实在英语写作使人精确 尤其书面也记住 精确含义 否则的话很容易翻译错 那么但是 另外一组形容词 却只能表示怀疑的 怀疑的不相信的 咱们大声读一下 skeptical 再来一遍 skeptical 怀疑的不相信的 这不能表示可疑的了 一定是怀疑别人的 不相信别人的 在左边这个 是英联邦国家拼写 在右边是美式拼写 为什么美式把c换成k呢 因为英式拼写容易把它读错 因为sc在一块 常常在一起发一个s 这个声音 比如我们说香味 s-c-e-n-t 咱们读成sent s-c-e-n-t 所以容易把它读成sceptical 但是美式拼成k 就读不错了 k发k 在s后面一中读 一濁化 变成g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skeptical skeptical 怀疑的不相信的 搭配跟suspicion一样 两篇写都可以带进去 be skeptical of 或者about something 或者somebody 对某人某是 怀疑的不相信的 但是注意skeptical 只能表示怀疑 不能表示可疑 这个容易翻译错 那比如说 咱们看一个例子 我非常怀疑它的动机 I'm highly skeptical of or about his motives 我对它的动机 非常怀疑 可以担心它 在这当然也可以用suspicious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时候 两个可以替换 连搭配都一样 注意非常怀疑 咱们用very 还不如用highly 这个词更好一些 还是我们说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这就可以用了 好 下面再看看 这个终生一辈子 这猫啊 从小猫咪 到老死猫 都是一样 对人总是呢 充满了戒心 终生一辈子都怎么样 all one's life 叫某人终生 或一辈子 all my life 我这一辈子 都怎么怎么样 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结构 是throughout one's life throughout my life 也行 我们读一下 比如说 我这一辈子 用这个继续 大声来 all my life throughout my life 表示终生 一辈子都如何 这两个搭配 可以替换 可以替换 但是注意 有一个搭配 容易把它用错了 我们看是哪个搭配呢 就是这个for life for life呢 它的精确含义是 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是什么意思呢 在某人的余生 某人的后半生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 也全宜的把它翻译成 终生都怎么怎么样了 因为中文麻麻糊糊糊 对逻辑不敏感 但老外分得很清楚 你看 这句话里边 用for life是正确的 它怎么说呢 the accident crippled him for life crippled 就是使某人瘸了 咱们以前 在残超界门组里面 讲过这个词 这个事故 使他怎么样 使他终生 腿都残疾了 落下残疾了 一辈子腿都瘸了 这个for life 在这用的是对的 你要用all his life 这个逻辑就错了 中文可以翻译成 造成终生残疾 但其实后半生残疾 对吧 出事故之前 他腿没问题 怎么能说all his life 这个注意 尽管中文都翻译着终生 但英语中使用上 是不是不一样 那我问问大家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 我在向老婆表达爱意 说亲爱的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我这一辈子都爱你 是不是应该说 honey I love you for life 或者I honey I will love you for life 就是for the rest of one's 能不能说 honey I will love you all my life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你以前都不认识他 你怎么会爱他 太虚伪了 所以后半生 我只爱你一个 这个老外跟中国人的爱情观不一样 老外在结婚以前 可能比较自由 比较稍微乱一点 但结婚之后 对配偶还是比较忠诚的 中国人呢 结婚以前很老实 结婚以后往往会出现问题 老外出现方向更好一些 以前你爱谁不管 那以后爱你一个人 for life love you for life 注意这个搭配 别弄错 好 尽管中文中都是终生 还有一个终生的一辈子的 咱们用形容词 用形容词 一般做定语常见一些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lifelong lifelong 好 叫终生的一辈子的 比如说 a lifelong friendship 一个毕生的友谊 a lifelong undertaking 一个终生的事业 那么entertaining 可以表示庄严的一件事 毕生的 终生的一辈子的 这个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好 他说大多数的猫呢 终其一生对人类都是有戒心 他总是不敢去信任 下面接着说了 one of the things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about cats is the popular belief that they had nine lives 他说最令我们感到 这个着迷一点的事 就是这么一个事 就是大多数猫呢 这个关于猫 比较令我们着迷的事 是什么呢 是一个流行的信仰 就是大家认为 猫有九条命 猫总不死 猫有九条命 这句话 咱们先分析 分析语法结构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观 one of the things is the popular belief 就完了 那么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流行的观念 注意 前面这个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about cats 这是定义从俱 修饰这个先行词的 这个短语 one of the things 就是最令我们着迷的 关于猫的 最令我们着迷的 这个事情之一 就是什么 注意 在这里面 谓语动词 你看定义从俱的 谓语动词用的是 fascinates 可见 它修饰的不是things 而是前面这个one 因为它用的是单数 fascinates 修饰的是这个one 这么一个词 咱们一会儿这个词典点 会具体讲解 然后呢 is the popular belief 巨末的这个谐体字 是什么呢 当然是做believe的 同位语嘛 解释这个信念是什么 咱们的一般都相信 猫有九条命 这个谐体字 是做前面 这个believe 这个名词的同位语 这个语法结构 就分析行了 咱们首先得看一看 这个fascinates 刚才说了 在这儿它用的是 加了sd三成单数了 可见它修饰的是前面的one 而不是附属名词 thanks 关于one of 加附属名词 再加定义从句 那么这个定义从句 修饰的是这个 附属名词 还是前面这个one 这个看法是有分歧的 在我们中国的 教育体系里边 一般多认为 是修饰前面这个 附属名词thanks 所以这个句子呢 可能个别老师认为 这句子是错的 其实指知其不知其二 我们知道 这两种表达都是正确的 在新概念里面 不可能有错句 这两个表达都正确 而在新概念体系里面 更喜欢把它看作 是前面修饰这个one 你后面去掉这个s 把它看作fascinate s 看作修饰things 也正确 两个表达都是正确的 你不能说修饰one 一定是错误的 两个表达都正确 都好 这是当代英语的一个观点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在新概念第二册 第二十八课 第二十八课 你看 Jasper White Is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believes in ancient myths Jasper White这个人 是那些很罕见的人之一 哪些很罕见的人呢 就是他们相信古代的那些神话故事的人 你注意这是believes 可见one of加附属名词 它修饰的是one 而不是这个附属名词people 对吧 好 你看二册这么说 咱们在三册里 再看另外一个句子 二十五课里面 一百二十二页的第六行到第七行 一百二十二页第六行到第七行 他说 The Cadizac was one of the fastest sailing ships that has ever been built Cadizac号帆船 是曾经建造的帆船里面 最快速的帆船之一 你注意定义丛句 又是修饰one 那我家附属名词 它用的是one that has ever been built 它用的是has 可见它修饰是one 而不是这个ships 所以记住 one of加附属名词 我们的定义丛句 既可以看作修饰附属名词 也可以看作修饰one 两个解释都是正确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国内考试 就是在高考四六级和考研英语里面 最好还是把它看作 修饰前面的个附属名词 shapes people 那么后面背一动词 用附属去掉s更好一些 因为在国内的考试体系里面 更加坚持国内的传统观点 其实在初国考试 两个表达都是正确的 都可以 但是话说回来 尽管用one of加附属名词 后面的定义丛句比较灵活 但注意 如果这个one是特质的 这个one前面有定过词 the 是特质的 那么后面就只能去修饰这个one 而不可能修饰后面的附属名词了 这个得注意 此话怎讲呢 咱们看一道 托福 老托福的语法真题 新托福没有语法题了 就677分的时候 老托福 是ABCD 四个话横线的地方 看看哪个地方语法错了 咱看这句话 John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that never admit making a mistake even when it is pointed out to him 约翰是班里的学生里边 唯一的那么一个人 是什么人呢 他从来也不承认他犯错了 甚至当这个错误被向他指出的时候 他也不认错 ABCD 咱们看哪里错了 第一个 关系that so that 当然没有错 他修饰人的时候呢 指人指事物都可以 对吧 这个that他并没有错 B呢 admit在这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这个定义从具 修饰的是 the only one of the students 注意这个one 前面是特质 又定了so that了 那么他修饰的一定是the only one 所以后面的admit 在怎么办呢 必须改成admit 后面making 当然没有错了 主要是admit错了 C里面it没有错 it表示这个错误吗 用单数吗 b pointed out b指出吗 也没有错 只能是b错了 为什么b错了 因为前面the only one 所以必须呢 把b改成什么呢 改成admit就正确了 注意one of加附属名词 后面定义从具 修饰one 修饰附属名词都行 但这one前面 如果定过词 的限定的话 那无论在哪里考试 都必须做单数处理 就好了 所以英语语法中 规矩套子太多 咱必须把它琢磨清楚 才有可能拿高分 为什么拿高分 改变命运呢 这21世纪 知识就是命运 知识就是我们的力量 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多考几分 可能后半生就不一样了 好 下面咱们再次回到这个句子里面来 他说one of the things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这个后面那个most 当然反正是最 那么最令我们着迷的 这些事情之一 以后是见识最 为什么没有定过词的 不应该the most吗 这个注意 这个most 如果修饰形容词最高级 那无疑得加定过词的 最美丽的女孩子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这得加的 那本文中这个most呢 它修饰是动词 fascinate 这个most 修饰动词最高级的时候 修饰动词的时候 不一定加定过词的 动词把它表示最如何如何 加的不加的都正确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those who work the most often get paid the least 那些工作做得最多的人呢 往往得到薪水却最少 你看都是表示最怎么样 最怎么样 第一个 这个the most 修饰动词work 第二个the least 修饰动词get paid 但注意 如果修饰动词表示最怎么样 这个the有也行 没有也行 所以本文中没有定过词the 是完全正确的 加上定过词the也正确 两个都好 然后说 关于猫的这个 最令我们着迷的事情之一 就是个流行的观念 说猫有九条命 后面believe 后面就说 that they have nine lives 但是同位从巨 这么说了 这个我们看这个重点句 能不能咱们背一遍 复述一遍 同时类似造个句子 那么最令我们着迷的事情 关于猫的 这种说明事之一 就是一个流行的观念 猫有九条命 one two 咱们一起来 one of the things that fascinates 注意家 us most about cats is the popular belief that they have nine lives 再来一遍 关于猫最令我们着迷的事情之一 就是个流行的观念 他说猫有九条命 再来一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about cats is the popular belief that they have nine lives 类似 咱们造个句子 咱们看中文 最令我们感到伤心的一件事 就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说法 每当我们在街上有麻烦 或者有危险的时候 没有人来帮助我们 你看令某人伤心 可用极物动词sadden 令某人伤心 一种令人沮丧的说法 a depressing saying depressing 令人心情纯闷沮丧的 来救我们 那么我们 来帮助我们 咱们以前讲一个来救我们 还记得 叫第七课里面说 come to our rescue 还记得吗 在这我们把来帮助我们呢 可以用这固定搭配 come to our assistance 跟那个come to one's rescue 类似吧 这个搭配 跟那个来救某人类似 叫come to our assistance 把那个rescue 救换成帮助 assistance就好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那个 这个事情之一 再加对于 最令我们感到伤心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种令人觉得说法 我们加同微从巨 在同微从巨那边 再加上美当 这个东西就好了 咱们先看看 复述一遍这句话 可以怎么说 先这个事情之一 one of the things 加定义从巨 that sadness reaches us most is a depressing saying that we're never 无论和合适 we're in trouble or danger in the street 怎么样呢 no one will come come to our assistance 当然这并不是为了 没人来帮助我们 而是清醒 而是描述这个句子 咱们语法用的对了 这个来清醒 也注意在这里面 我还没有模仿 用settings 这说明这个东西 曾修饰 也是前不立高 one 对吧 而不是这个 thanks就好了 好 这个句子咱们看在这 下面咱们看看 这个 这个 再提一句话 他说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他说显然呢 这个想法是蛮有道理的 是很有道理的 你看 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他用的一个固定句型 叫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注意这个句型 可以背起来 某个东西很有道理 那么 它的字面意思是 在什么什么之中 有大量的真实性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哦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翻译成很有道理就好了 这个 很有道理这么说 但有点道理怎么说呢 有点道理怎么说呢 那么 a good deal 或者a little a little 没有错 但别自己瞎编 最好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咱们看三册里怎么说 请看五十八页第七行 五十八页第七行 他这么说 perhap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both these pictures but few of u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可能这两种对荒岛的想象 多少都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却 没有什么人有这个机会 能亲自看个究竟 有点道理 叫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在里边有一点真实的成分 element可以表示成分的意思 把这搭配记住 生活中咱们可以说了 很有道理 和有点道理 这是在第十二课书中会出现 到了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复习 这个中间表达 它不光对于咱们的写作有帮助 对于阅读也有帮助 咱们看当年的两道考试的阅读真体 咱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当时的真体中的句子 there is probably an element of truth in this argument but they ignore a more basic fact tha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often abused 可能啊 这段论证 argument可以变成论证或论点了 这个论证过程 或者这个论点 可能是有点道理的 你看 用的是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在叫可能嘛 但是他们忽略了 一个更基本的事实 什么事实呢 那就是新闻的自由 经常被滥用 咱们在第五课是不是讲过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就新闻的自由 还记得吗 如果你复习了 还记得 常常是被滥用的 这有点道理 再看另外一个阅读真体 Albert Einstein once attributed to the creativity in a famous scientist to the fact that he never went to school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有一次呢 attribute这个动词 一定跟to搭配 看到这个动词 就找这次to 什么意思 把前者归因于后者 动词原型 当然去到字幕地就好了 爱因斯坦有一次 把一个著名科学家身上的creativity创造力 归因于这个事实 哪个事实呢 就是他从来没有上过学 后面同意从去做事实同意于 后面作者说 there is undoubtedly a truth in his observation but such a truth is not criticism of schools observation这个词不一定是观察观测 observation可以表示某人发表的评论性的话 某人说的话 在这里面是第二个意思 就是某人说的话 哪句话呢 就是爱因斯坦这句话嘛 作者对他的这句话 做了一个评价 就是他的爱因斯坦说的这句话 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他也没有说很有道理 也没有说有点道理 就是there is a truth in 就有道理就好了嘛 毫无疑问 爱因斯坦说的这句话 是有道理的 但这绝对不是对学校的批评 它并不代表学校一定会束缚人的想象力 这是把它就看懂了 所以你看 技术搭配之后不光是提高我们阅读能力 同时这个写作能力同步提高 两个是相互相成的 读写是一家人 都是书面 好 看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他说 A responsibility to survive falls is based on fact 这个猫的这么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能经历很多掉落而不死的这个能力 是由事实作为依据的 这个注意这个survive survive在这是个急误动词 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个意思 叫做幸存活下来 但本文中是表示经历了某个倒霉的事没有死掉 大家注意survive后面那个falls 这个falls是名词的复述 经历了很多掉落的情况之后没死掉 幸存了下来 是这个意思 你不行看一看这两个句子做个比较 这个句子大家可能看起来更舒服 in the battle only four soldiers survived 在战斗中仅有四名士兵幸存了下来 这是不许无动词对吧 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 only four soldiers survived the battle 看到了吧 是不是经历了某事没有死掉 只有四名士兵活过了这次战斗没有死掉 幸存下来 survive经历某事没有死掉 就是这个意思 文文中后面那个falls 就是说survive的病 咱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就看五十四课 二百四十四页的第十八行末尾到第二场 二百四十四页十八行末尾到第二场 看这句话 I'm especially proud of it not only because it has survived several severe winters but because it occasionally produces luscious peaches 我对这棵桃树特别自豪 这犹豫竟是我们家后院那个桃树 不但是因为它经历了好几个严冬而没有死掉 没有冻死 survive后面嘉宾遇了several severe winters 就几个非常阳酷的冬天 这经历某事没有死掉 而且还因为它偶尔还会产出甘美多汁的大桃子 你看survive嘉宾遇经历某事没有死掉 活过了几个严冬没有死掉 文文中正是这个用法 好 再回到剧中 这猫能够经历很多掉落情况不死掉 这个怎么样 is based on fact 是基于事实为依据的 基于用的be based on 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be founded on 建筑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之上 这个也行 咱们在这个第三课里面一个讲过 基于什么用它也行 还有我们以前说过的rest on 还记得吗 第三课残超界美组里面讲过 第三课我们无名女神里面说过 对吧 好 rest on 基于什么 就是rest on 基于事实的 或者倒过来说 我是基于它 是不是可以说被它所支撑也行 is supported by fact 被事实所支持的 一样吗 你都上面压起来 我从下边支上去 效果是一样 对吧 好 咱们看一道说话题 49页第11题 49页咱们看第11题 这个题说 the cat can survive falls from great heights 这猫从很多高的地方掉来而不死 怎么样 is什么by the facts 只能选C跟原文的意思一样 被事实所支持 A选项呢 被事实解释 这个不符合原文的意思 那么B选项被测试 被检测更不对了 那么D选的be more 是被什么什么所承担的 承受的更不对了 只能选C是正确的 有事实作为依托的 那么第一段是提出个现象 第二段呢 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 第二段语言特别风趣 而且重点也很多 咱们更精彩能在第二段中 详细来讲 第一段 文国老师先学到这儿